倾索的心里 只有大司空一人 殿下 殿下 你的心里就只有殿下 宇文雍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的殿下 早就把你丢在这里 回齐国了 我路过看你可怜 才来告诉你一声 什么 殿下他又丢下了我 现在你所算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了吧 亲所明白了 那你知道 该怎么做了 大司空 一直都对亲所很好 是亲所鬼迷心窍 现在 我都明白了 从此以后 亲所的心里 只有大司空一人 我都对亲所 就算了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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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对你 你还好 是你还好 你还好 什么时辰了 回主上都五十了 五十了 我这养病养的 都快日夜不分了 还不都是那颜姑娘闹的 整天都待在咱们大司空府 把主上看惯得跟囚犯一样 他这样在大仲宰府 与大司空府来来回回的 分明就是大仲宰的眼线 要监视主上 不过说来也怪 这两天都没见着他的影子 八成又是在大仲宰府里 谋划什么坏事 多嘴 你可知道那颜姑娘不是好惹的 要是夫人在的话 您也会这么说的 主上 刚刚奴婢听到您在叫夫人的名字 叫她 有吗 有 奴婢都听到了 怎么可能 你看看 她走了以后 我这屋子又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 这些宝贝也没人摔 没人碰 本司空怎么可能叫她的名字 主上 您就别骗自己了 奴婢听到主上 在梦里叫夫人的名字 都好几次了 不可能 一定是你听错了 奴婢是为主上好 奴婢想 夫人此时还没走远 若主上喜欢夫人 还可以把夫人追回来的 喜欢她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你觉得 她给我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主上 好了好了 大四公府那么多女人 难道我眼睛瞎了 喜欢她 去 给我弄点吃的来 是 怎么觉得好像少了点 是 都在 奇怪了 明明就造了个元清所 这里就是清水镇了 再往前就是小春城 小春城是周其两地的交界 姑娘很快就能见到殿下 没想到 这么小的城镇 居然有这么多的人 在下之前到过这里 人远远没有这么多 现在人流拥挤 倒是有些奇怪 爷 房间已经定好了 就在清水楼 天色还早 我们不敢录了吗 说实话 姑娘的棋术确实不错 只是一路奔波 姑娘身上又有伤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殿下肯定会责怪我的 你去做你的生活 是 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再说姐姐的药很管用 你一个弱女子 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是休息一会 公子 你的扇子掉了 哦 多谢姑娘 哦 多谢姑娘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呢 怎么了 没什么 二位客官 要不要住店啊 我们进去吧 里边请 二位客官 里边请 这边请 就是 司杰 是 哪 是 里边请 你怎么了 有气味 没什么 是我多饮 茶来了 好 二位 先用茶 客官 您这是 清水楼的天字号上房 一共有四间 都住了些什么人 有两间住的是 途经这里的富商 带着女眷 好像是要往齐国去的 还有一间房 被一位公子定了下来 没怎么住过 房间总是空着 至于这第四间嘛 住着就是方才 从这里经过的姑娘了 你别看她的侍女 长得都跟天仙一样 却很难伺候她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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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